坐在那边等别人供养 你不供养出家人 那你因为完全没有福报 所以 而且对真实在行大乘佛教的 有悲心的人 我们要当作佛一样的来顶礼 来礼拜 久者 于比受持大乘人所 为渐入大乘故 起清净想 所以我们既然发起立堂的菩提心 那我们要去 接近那些发菩提心的人 让我们能够完全的进入 永不退转的境界 深入大乘故 于说法人起师尊想 这一点很难 这个人真心在讲大乘法的时候 你要当作他就是佛 他就是佛 替佛在为众生说法 要起这个信心 这在藏传佛教做得很好 对上师起佛的观念 但是上师毕竟还不是佛 我们只是学他的优点 所以如果你把大乘的上师 他是一种佛的思想 佛的心来替我们讲 但上师毕竟还是个肉体之身 他还是有他的不得不得生老病死 但是有一个人问我说 师父 我师父还俗了 结婚了怎么办 他讲的是大乘佛教 你拿来用就好了 因为我们要的是那个法 叫依法不依人 所以先把他讲的 你没做到的先做到 来感恩就好了 所以菩萨若修 如是十种法则 吉德不忘是菩提心 所以太重要了 各位 我解释的不是很好 但是每一条你都尽力去实践 第六十三 有没有兴趣 要不要看自己的过去事 我很有兴趣啊 我每次到哪里去问 你看你知道我前世吗 我就问这个而已 因为我想了解我自己 哪里做的不好 哪里做的好 对不对 因为了解自己 也可以让自己精进 有惭愧心 也让自己有信心 所以 但是各位一定要的 因为你有了解自己 到了解众生 老实说了 现在很多通灵的 或是说有神通的 大部分都是 外力加持他 比较有菩提心 就是有护法菩萨加持他 这个也不错 护法菩萨加持他 会站在一个空性背心 来回答问题 但是如果 真正我们要找到的是 他自己已经有 就近的了解自己 累劫累是在什么 他透过实修了解自己 而也可以了解别人的自己 这个才是最伟大的 佛的神通 但是一般 他会说 我可以告诉你什么 但是我不了解我自己 这样 当然 这是个参考 所以我们念一下 希望大家都去实修 但实修不要求这个 这是个自然的 自然的 菩萨如何修的宿命通 当然过去的祖师大德 都有圆满的宿命通 所以它叫祖师大德 但这个宿命通 它只是告诉人家 自己的修行的苦的过程 以及让别人学习的过程 甚至让没有信心的人 生起信心而已 菩萨若修十种法者 得宿命通 何人为时 一者供养诸佛 二者摄持正法 三者修持境界 四者除夷离藏 五者多生欢喜 六者多做观想 七者常住定心 八者身处清静 九者常受化身 十者得名利事 特别最后一条 我要解释一下 你要得宿命通 他心通的人 你的六根反应 要非常的清楚 而且维系 明有力 你对世间的一切 这个四是讲的是 对世间的感应 你要非常的清楚 你千万不要查查 搞不清楚 什么时间做什么事 你都要很清楚 当然就不要看后面 不要看前面什么宿命通 光这十条是 每个人本来修行就要做的 但这里面要强调 常住定心 多做观想 所以各位要经常观想 极乐世界 观想地狱的苦 要做这些观想 这种禅定 那一元成熟 他自然慢慢开发 再来 请翻到九十六页 天黑了 九十六页 大乘佛教 希望我们大家 为了成佛 能够往生净土 但是为了要成佛 往生净土 你要追求上品往生 甚至上品上升 而且要得到十方净土 都可以往生的资格 所以菩萨若修十种法则 得生清净诸佛 岔土何等为实 以我的概念 我认为一个菩萨 所有净土 他都要去过 虽然他自己 可能自己 没有宿命通说 知道他在净土 但是他有这个觉受 对净土 他去过 他很有信心 就像各位 你去过台东 别人谈到台东 你自然会讲 因为你去过台东 对台东对你来讲 没有什么痛苦 因为你去过了 这个也没什么 还要去 等一下我想一下 台东长得什么样子 这样 因为这是自然就在你心里面 我去过台东 所以讲到台东 我对台东的景象 很有信心的自然流露 那所以一个菩萨 他应该对所有的净土 都要周游过 所以就像你去阿弥陀佛净土 晚安 那你会去周游十方诸佛的净土 所以对你来讲 一级一切 你对所有净土 都很清楚 信心 那十种法得诸佛净土的一者 聚戒清净 不断不杂 富无染污 戒行成就 就像各位今天 守八观灾戒 守五戒 样样的清净 不断不杂 所以不会有染污 就像各位今天晚上 千万不要去吃东西 对不对 晚上慈戒该怎么守 你就要全部守好 既行成就 当然你是中品戒 就中品身 八观灾戒 你是上品戒 菩提心就上品身 二者行平等心 为一切友情设平等方便 那我想千万不要把净土中 变成一种专中 变成一种只有净土好 其他不好 这个是很可惜的 所以作为一个菩萨 那对所有的法门 我们都是平等的尊敬 因为所有法门 都可以让他往生净土的 所以我师父讲得非常好 不管别人修什么 我们都随喜 因为往生净土是你的愿 而不是每天就讲净土 其他都不讲 这样又不好了 一个修净土的人 要能够以平等心系对待任何法门 而融入于他们 但是呢 又让人家知道 最后 结果这个人是 欢迎往生净土的 他对我们密宗这么认真 他对我们禅宗这么认真 他对我们天主教 也这么一样的慈悲 那这样众生 最后他也会随顺你 那这样你也打开你十方净土之门 为一切有情设平等方便 三者 成就广大善根非显少故 所以各位要以菩提心 来广修各种功德 不得到善根福德 往生任何净土都不得到善根福德 所以这个广大善根讲的是菩提心 然后呢 茶花 供果 各位都要去做 都要随喜 所以像我自己在写 往生排位 超度排位 我后面写了四十几条 每一条给他写个一百块也好 两百块 每一样都要做到 不但让自己也让冤亲在主 广设种种方法方便 希望他们呢 都能够记足各种善根 而非显少故 特别我师父常说 出家人付出要比在家人多 出家人要布施 也要布施到让在家人学习你的布施 出家人不是那边坐在那边等的进来 只进不出 那你怎么做别人的模范呢 逝者远离世间明文立昂等事 富不染拙 你对世间法看淡了 不要抢要做位置啊 做主持啊 做会长啊 做高高在上啊 所以有时候我到别的地方去参加法会 为了那个排位子都快翻年了 我真不想去啊 我就坐在最后面 又把我拖到前面去 拖到前面去后面又骂我这样 因为我太年轻 我又不是老和尚 事实上我已经老了 我已经61 62了呢 别人叫我老和尚 我还不太习惯 我跟我家老 因为我心还很年轻呢 但是有些人 他看着还真老呢 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法师 法师你70几了 我62我都不敢讲啊 62怎么看起来像75岁呢 你还修了真老 所以有时候人个人的姻缘吧 但是各位对这些不要 所以他看起来比我老 所以他坐前面那就对了 不要去跟他争这些明文立昂 所以人 男人都爱臭皮 希望就好像我比较厉害的 就比人家重视一点点 所以我个人不喜欢参加开会 不参加选举 我不喜欢这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 会让自己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这样不容易 因为这个末法时期能够远离最好 无者 具于尽性无疑祸心 你要对佛所讲的诸婆净土的殊胜 以及往生净土的各种的方法 要清净的信心 一点都不怀疑 各位 有没有极乐世界 有没有妙喜净土 愿不愿意往生 很简单 你只要念佛嘛 持咒嘛 做功德嘛 太好了 所以要有这个清净信心 去告诉别人 去告诉别人 别人看到你有信心 别人也会更有信心 六者 发情精进 舍离懈怠 这个情精进不是说 一直念佛什么都不做 而是以平衡心广修 所有的善根功德 所有的波罗蜜 都要去做 我发觉 我现在一直要鼓励各位 多禅定 多看经典显发智慧 我们台湾人 布施啊 没问题啊 所报官在界 没问题啊 忍辱 有一点问题啊 但是因为你没有修禅定 波罗智慧 就不太容易啊 因为它 波罗为导 你以智慧去做的 布施词界忍辱 就比较圆满 第七 你修修禅定无散乱心 打坐也可以 走路也可以 你都要保持正念 就像我坐在车上 我从不打瞌睡了 我想说 我不能在睡梦中往生净土 别人开车 我都比它还会开 太紧 太弯 因为我要保持禅定状态 钓鱼 我常说很喜欢很喜欢钓鱼 钓得到钓不到没关系 但是我认为能够很专心 心里就很平静 但是现在学佛了 当然不会做的 但是很喜欢很专心的 去思维经典 去 所以我叫各位怎么念 怎么念 任何咒语怎么观修 念经意念就要怎么认真 就像我听他们在念 我一听就知道是 他们是嘴巴念还是心念这样 所以你在念经 可以念快念慢 但是你一定要用心念 而表现出来 因为我念这个 我的整个身口意 已经融入在这个 际语里面 你念出来就会有加持力 那一定要练习好 八者 但是 大乘的禅定不是光 不起心动念 而是不离开 不舍离众生苦的背心 而发展成普提心 而不要让自己散乱 八者 修习多文 而无恶会 所以各位要广学多文 特别深入经账 才不会 恶会就是说 执着 我认为我的对 那就不好了 虽然你讲的是佛法 现在很多人用禅宗 来批评净土宗 以净土宗来批评密宗 一这部经来批判那一部经 你这种书最好不要看 这种人也不要接近 因为他不是善知识 久者 利根利会 无按钝性 所以不要打瞌睡 要专心 而且要看清楚 利根利会 跟讲的是 你对的境界 会讲的是 你可以超越一切 看得清楚 又超越它 千万不要 你说什么 钥匙在口袋 还在找钥匙 你看这老了 你放下去 你就应该要知道 他在哪里 所以各位 这个要靠过前面的修行 包括禅定 广行 慈行 无损害心 所做的一切 都是要让众生离苦得乐 没有一点点 对方就算伤害我 我还是回向给他 希望他早一点开悟 希望他不要被伤害 所以菩萨落修如是十种法则 吉身清净诸佛刹土 时间五点了 怎么办 请翻到一百六十四页 跳坑快了 一百六十四页 事实上熬了一天 这个时候最凉快 不要回去了 各位有人在看手表 舒服 我每次在台北 他们一来 师父今天早一点下课 老菩萨时间到 就想家 他不想净土 想家 所以 然后以后就这样好了 老菩萨四点 可以走了 他就觉得很甘愿 丁了两丸 一百六十四页 我们另一次就好了 这个时候每一个菩萨 都发这个愿的 来 菩萨如何帮助众生 菩萨若修十种法者 善知成熟 有情之法 何等为时 一者 应以诸佛色相 而调伏者 极限佛像 二者 应以菩萨色相 而调伏者 极限菩萨之相 三者 三者 应以原觉色相 而调伏者 极限 原觉之相 四者 应以声文色相 而调伏者 极限 声文之相 五者 五者 应以地色色相 而调伏者 极限 地色之相 六者 应以魔王色相 而调伏者 极限 魔王之相 七者 应以梵王色相 而调伏者 极限 梵王之相 八者 应以 婆罗门色相 而调伏者 极限 婆罗门之相 九者 应以 刹地利色相 而调伏者 极限 刹地利之相 十者 应以 长者色相 而调伏者 极限 长者之相 诸 有情等 应以如是 种种 色相 而调伏者 菩萨 即能 随所 应现 别意之相 所以各位 你 你已经做董事长了 但是呢 看门口啊 扫地啊 剪子蟹啊 关灯啊 你都会 这样就可以 而不是说高高在上 一个菩萨发菩提心 已经成佛 他不成佛 怎么现佛像 但是虽然你有 你有成佛的圆满 但是 要叫你做世间王 你也可以做 要你做魔王 你也可以做 要你做生意人 你也可以做 所以 要你做一个将军 你也可以做 因为 你要配合对方 所以各位一定要 广大圆满 让自己圆满一切 那该视线什么 就做什么 不要 我常讲 来 念一下 没有个性 没有血型 没有高低分别 那你叫你做什么 上台奖金 下台做工 修行人 像修行人 但是出了社会呢 我比你还会玩 但是我从玩来度 你可以了 要不要来唱唱卡拉OK 我比你唱得好 我要念 要不要来画画 我比你画得好 要不要来写书法 来比比看 你这些你都要学 你不能说 做个菩萨 戴着怪怪的眼镜 你不会戴眼镜 什么脸型 你不会化妆 你都要会 因为现在世间人 他喜欢看外表 对不对 看这个像 所以老师说 现在的社会变了 必须从电脑 从荧幕去看你的像 那你要显现各种的像 你不能说 每天出来都一个样子 还没听你说 就先吓起来 我跟你说 你要显现不一样的像 所以我看过很多菩萨 你还一下显帝王像 一下显禅定像 一下显男人像 一下显老婆像 因为老婆 奇怪 明明是他同一个人 为什么他不一样的时间 事实上人也会这样 心情好就心情好 像心情不好 脸落落 真难看 他的像也随着他心在变 但是菩萨有这种空性 他是显现对方喜欢的样子 所以各位要 要发菩提心 配合所有 所以你要了解众生 不然你怎么显现 众生喜欢的样子呢 41 菩萨如何能够胜乐生活 各位要得到这种 没有轮回的 殊胜的快乐 清净的快乐 所以人虽然在五卓二世 就像在净土一样 要有这种胜乐生活 而不是世间的快乐 欲望的快乐 有钱怕人家骗 漂亮怕人家强奸 太痛苦 那个不是胜乐的生活 所以菩萨若修十种法则 得胜乐住 你就安住在这种殊胜 当下的快乐 法喜充满 何等为时 一起念 来 一者正直 二者柔软 三者无惨许心 四者无称惠心 五者无染无心 六者具清净心 七者无粗矿语 八者断惠恶语 九者常行忍辱 十者具善爱乐 很喜欢做善事 很喜欢关心众生 但是我想各位 这意思你都懂了 但是你保持这个因 就能够过这样的生活 再来 一百七十二 要不要长得漂亮 端正向好 端正不是漂亮 让别人看到你的 善良端正柔软慈悲 所以菩萨如何能得端正向好 那各位你一定要背 你要去做 你不能说我懂我懂 然后跟你又没关系 一下又要骂人 一下又要干嘛 又要去屁面 那你没有在修行 懂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本来我以前要宣布说 我们各地方中心的联络人 这本拿去看一下 我们给他评判 你得几分这样 你做几分 那你要做义工 义工至少要四十分吧 怪怪的义工 你要做法师 这严格啦 你要做法师 你做法师念经要好听 打坐要好看 走路要好看 心要好 因为法师是代表佛 那你要非常的勉强自己 法师不能有自己的个性 所以我们念一下 来 菩萨洛修 十种法者得妙相具足 何等为时 一者常修极尽微宜 二者常修五角诈微宜 三者常修清净微宜 四者见者皆生爱乐 五者见者皆生善相 六者见者无厌 七者见者悦意 八者一切友情见者皆生 五爱 九者一切友情见者皆生欢喜之心 十者一切友情见者皆生清净之心 请注意像我们有摄影机 我要告诉各位坐前排的 请你照顾我们摄影机一下 因为那个 这个法师在摄影的时候 他们看这些人在听法 他长得什么样 对不对 我也跟很多法师说 你们坐在那边坐两排 你不要东倒西歪 有人在听有人在路定这样 有人在看手机 这样就是 这个会让你下辈子 那个脸像手机一样 平板的 所以什么样的像 因为这个社会是非常好积善业的 譬如说现在我们在讲课 在拜佛 你很虔诚 摄影师拍到你 千万人在看 哇 这么庄严 那你有庄严想 你一次可以活好几世来 因为太花得来了 所以我常跟我们摄影师说 你给我拍好看一点 拍不好看是你要负责的 我这个不好的像 你怎么可以拍下来 就放上去 全部人都看到我的不好呢 笨 还有人更厉害 拍好以后还帮我化妆 这黑黑的不见了 哇 你玩的 你生生世世没雀斑呢 但是有些画得太过分了 差不多就好了 那是因为这个叫影响人 因为你做个 你要端正相好 你要让看到你的人 都生起爱乐相 善相 无厌相 乐意相 见者无爱 生欢喜心些 清静心 那你内外要如意 常修极尽为宜 常修无狡诈为宜 常修清静 什么叫清静 我必须解释一次 八观摘戒要保持清静心 清静说 你一日一夜 没有贪嗔吃 一点都没有 这才叫清静 而不是说 我八观摘戒 我就反正 我不去做坏事 但是你内心里面 还是有贪嗔吃 那就不清静 那所谓清静 是你要了解 什么是不清静 我某一些念头 某一些语言习惯 是不清静 我一点都不能有 那才叫八观摘戒 那你何必保持不清静呢 你已经知道清静 何必明天不清静呢 就这个意思 你要随时保持这种空性的 悲心的 柔软的 那不能有一点负面的信念 哪怕别人干扰你 这个都是一个助缘 魔要来干扰你 事实上是佛要让你消业障 所以各位这些 如果你觉得你这辈子不是端正向好 特别是我们女众出家 我都跟他们说 女众出家要托你女向 互相鼓励一下 走路 声音 眼神还像女人吗 不好出家 因为别人身上看到你女人向 会让他以为他是女人不是出家人 你也不能太男人向 那我们男众法师也不能女人向 对不对 也不能 阿哥 你还要交女朋友 你还有色向 那不行 那什么向 中向 不男不女 你不能让人家选顺男人向 女人向 那都不行的 因为大丈夫向 菩萨向 那你要一直检讨 我有没有菩萨向 眼神不要乱 乖乖的 语气也不要乖乖的 都不行的 所以有时候 我有一些信徒做错了 看一些法师就 阿拜 你就这样的脸 做错 你要慈悲 没关系 我来告诉他对的是什么 你不能马上凭处向就跑出来 对不对 不高兴的眼神就跑出来 那你才能够有 端正向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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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两条 来 请翻到 179 菩萨如何勤修福行 那既然做菩萨就是要福会圆满 那特别福报很重要 所以菩萨若修十种法则 而能勤修福行 常修诸善何等为时 一 随地供养三宝 所以各位在家里 在任何地方在车上 摆一个清净地 每天供花 供水 甚至真的没办法供 观想 随分随地供养三宝 二者 病苦有情 为师妙药 你会发觉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在最后才讲这个 虽然我们讲的前面境界很高 最后竟然拉回来世间的福报 请你不要舍弃世间苦 三者 饥渴有情 为师饮食 皆有的关怀 所以有共生 布施甘露 烟共 药共 各位每天都要上共下施 但是用菩提心来做 勤修这些 四者 诸有情类若为寒乐所逼老者 施其妇妇 所以各位布施衣服 特别我这一次去美国 光加州 光洛杉矶 就有五万七千个游民 没衣服 没饭吃 甚至他们还结婚 生了小孩 没钱读书 很可怜的 世界各地都有这个了 所以各位买新的衣服 买好吃的东西 不要拿给他便当 在美国不能给 包装好的 对不对 这些食物 因为你煮的便当不能接受的 除非你是有 有这个厨师执照的餐厅出来的 可以 各地方各地方 你要去了解吧 所以我们这一次去尼泊尔 大家做了很多很多 因为尼泊尔自从地震以后 现在游民特别多 穷人特别多 所以这里面讲的有情 不光是人 流浪动物那么多 这些鸟类那么多 特别冬天到了 各位呢 多放一些 因为没有米可以吃啊 都在树下挂一些米 鸟 小鸟可以吃的 用各种方法 又不会被猫吃掉的 各种方法 被饥寒热所逼脑的 我们要帮助他 念一下 所有众生皆有衣服穿 你要观想 除了实际做 你带坐焉共事实的时候 很多恶鬼道是没有水喝 没有衣服穿的 没有地方住的 五者常当尊重恭敬鬼犯之师 及清教师 那我们一定要这样恭敬尊重 我们才可以学得到东西啊 鬼犯就是做我们的模范 甚至能够教育我们佛法的老师 六者 见诸同范行人 因启成云合掌恭敬 礼拜问训 像各位你所八观摘戒 就像范行人 乃至出家人 随喜你 尊敬你 我想很多人对法师很尊敬 那我想各位必须以对法师的尊敬 来尊敬同样在修行的人 不分他是刚修行也好 这样去尊敬对方 七者修至圆灵金色 让别人打坐的地方 让别人修行的地方 我想像我们大家这么喜欢守八观摘戒 我去习经跟不丹 我发觉那边有个好处 地方上的人会收集钱 大家就盖一间八观摘戒